嗨大家好,我是理科男士KMI 第一叠软件之后,美国又从高端GPU对中国开启了新一轮的限制 英伟达和AMD相继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通知 以为防止被用于军事为理由 两家公司的高端GPU芯片将被限制出货给中国和罗斯 英伟达被限制的是A100和即将推出的H100芯片 AMD被限制的则是MI250芯片 换句话说,在未来这两家公司中 算力达到及超越这以上几款芯片的产品 都将限制出货给中国 此几年一出,两家公司的股票也硬生下跌 不过隔了几天,经过英伟达的游说 这个限制暂时得到了豁免,被延长至2023年执行 如此可见,自从美国开启了对华科技战 反而催生了另一行业的蓬勃发展 那就是针对美国政府的游说产业 显然英伟达这次请的说客的确给力 第一时间直选 英伟达的A100于2020年推出 目前已经商用,采用7纳米工艺 支持AI训练和推理 而H100则是今年3月刚推出的新品 采用4纳米工艺,并使用了新架构Hopper 用于处理重型AI任务 H100的大规模训练性能是A100的9倍 大型语言模型推理通注量是A100的30倍 如此可见,美国此次磨刀霍霍 针对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 以及超算领域而来 那么现阶段中国的AI芯片发展如何 AI芯片又与传统的CPUGPU有什么区别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此前讲芯片的时候提到过 当今世界主流芯片以数字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为主 另外还有一些模拟芯片和微控制单元 存储芯片就是内存加闪存 目前主要市场被韩国公司牢牢占据 而美国针对中国先进芯片的各种限制手段 主要针对的是逻辑芯片 逻辑芯片主要分为CPU中央处理器 GPU图像处理器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和ASIC专用处理器芯片等等 而现在所谓的AI芯片实际上指的正是专门针对AI算法 做了特殊加速处理的ASIC芯片 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CPU和图形渲染GPU 都可以拿来执行AI算法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慢 而且效率极低 成本过高 实际都无法上用 像我在做的自动驾驶 最基本的就是要识别前方的车辆 行人 红绿灯和车道线等等 如果你用CPU去算 估计车翻沟里的都还没算出来 那如果用GPU来算呢 由于GPU的并行特性要远强于CPU 所以速度上的确是快了一截 不过GPU功耗大些费电 而且像英伟达的GPU 又是出了名的贵 还经常缺货 更重要的是 传统的图像渲染GPU 并不是专门针对AI算法设计的 还存在其他复杂多样的逻辑 而这部分目前的AI算法根本用不上 所以一句话 现在的GPU在速度上并未达到极限 是要提升空间 而人工智能当前应用的领域 通常都需要尽可能的快 自动驾驶不必说 像人脸识别 你付个钱芯片要算5分钟 那顾客都跑光了 另外还有很多AI是应用在手机上的 这样功耗也不能太高 所以总上所述 传统图形处理GPU自然也不能胜任 于是专门针对AI运算的ASK芯片 也就有了市场需求 也因此 英伟达的老黄 这两年相继推出了A100和H100 这种专门针对AI算法的芯片 正是体现了 英伟达从一家视频游戏的图形处理器制造商 向人工智能方向的转变 很多人都将英伟达的A100和H100 也称作GPU 这里就有点概念混淆了 可并不是只要出自英伟达 就一定是GPU 这两款芯片说白了 这是专门针对AI运算的ASK芯片 ASK芯片特点鲜明 根据物尽其用的原则 牺牲对了CPU和GPU某些方面的通用性 用于换取特定业务的效率低升 这里给大家举另一款ASK芯片的例子 便让大家理解 那就是比特币矿机芯片 没错就是此前爆出的中芯国际 为美国一家芯片公司代工的那种矿机芯片 比特币挖矿和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有些许类似之处 都是依赖于底层的芯片 进行大规模的并行计算 比特币从2008年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用CPU在挖 鉴于比特币的12256是基于哈希运算 所以无法反向计算 只能靠矿机穷取海量的可能值 换句话说 矿机算得越快 挖到的比特币也就越多 当时正当大家用各种CPU进行挖矿的时候 一个ID叫做拉兹罗的程序员 偶然发现 用GPU挖矿的效率要远高于CPU 据他字数 一天就能挖到几千枚比特币 而他所用的GPU 不过是一块英伟达的9800GTX 而更传奇的是 由于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位老兄于2010年5月18日 在比特币论坛竟然发帖称 他愿意用1万枚比特币 购买两个披萨 1万枚比特币按照今天的市值 那可是2亿美元 但在当时却无人问津 直到4天之后的5月22日 拉兹罗才兴奋的发帖称 他终于与一位叫做 Jocos的程序员达成交易 一半枚比特币终于花了出去 还特意把购买到的 披萨照片公布了出来 比特币的每一笔交易都是透明的 根据拉兹罗提供的地址 后来查到 这笔交易正是发生在 2010年5月22日的晚上 18点16分31秒 应该就是披萨上门 获到付款的时间 拉兹罗正是率先尝试 用GPU挖矿的人 在最初的几年 很快积累了8万多枚比特币 不过在2014年 他发帖称 他花光了所有挖到的比特币 现在挖矿实在太难了 所以他觉得 个人不值得再去挖矿了 从其账户来看 他的确曾经拥有过 8万1千多枚比特币 而如今账户余额已经为零 他在此篇贴文中的最后回复 发生在2014年2月 而最后一次登陆比特币论坛 是在2017年10月14日 拉兹罗曾说 他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杰克逊维尔 不知道这位老兄如今安赞 他的这篇 1万比特币买两个P4的贴文 也永远成为 比特币挖矿史的一个经典 最近去看这篇贴文还在 感兴趣的可以再去挖坟一下 之所以花篇幅介绍这一事件 是因为拉兹罗的经历 刚好抚养了一款 A4的芯片的诞生史 拉兹罗从最初用CPU挖矿 到成为GPU挖矿的第一人 带到用任何主流芯片 都无法轻易挖到一枚比特币 最后才催生了 专用矿机芯片的诞生 这与当今专用AI芯片的 发展历程颇为类似 最初的神经网络 那一定是用CPU来算的 直到2006年 掀起了新一波深度学习浪潮后 GPU才加入进来 CPU毕竟无法做到 大量数据的并行计算 而这恰恰是GPU的强项 随着卷积层数的增加 神经网络模型越来越大 GPU的优势也就越来越明显 不过刚才也说了 GPU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劣势 那就是功耗和成本 用它来进行模型训练还OK 但想要在实际场景中落地 却并不适合 于是才催生了 专门为AI运算而设计的AI芯片 我们拿2016年发布的 谷歌初代AI芯片 TPU举例 也就是训练出 V7G AlphaGo的那个芯片 如图黄色的为计算部分 蓝色为数据部分 绿色为读写相关 而红色则是控制部分的电路 这一部分仅占芯片面积的2%而已 如此可见 谷歌这款TPU 只需面向CN 卷移申请网络进行运算 尽可能的将控制逻辑降至最低 而这部分控制逻辑 恰恰是CPU和GPU的设计重点 由于要面对复杂多样的计算任务 CPU和GPU的控制部分更重要 而且也更复杂 现象占用芯片的面积也更大 也正因为这样的特点 从技术难度讲 AI芯片的设计 相对CPU和GPU而言 反而要更为容易 谷歌初代TPU的技术负责人 诺曼乔皮就说 通常一款A4K芯片的开发 需要几年 但就TPU而言 它们的设计 验证 流片 在它最后的部署 整个流程只耗费了15个月的时间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芯片设计 这真的很了不起 诺曼乔皮如此说道 这倒不是因为谷歌的工程师 异于常人 而恰恰相反 他们在项目开始时 连团队都没有搭建完毕 还要手忙脚乱的 去招聘RTL和验证工程师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了 AI芯片在架构设计方面 相比CPU和GPU等传统通用芯片 要简单得多 上手非常快 非常适合初创团队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 你会看到 国内的AI芯片设计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奖出来 而CPUGPU这种通用芯片设计公司 确实屈指可数 如果哪家公司 拿着一款人工智能ASIC芯片说 这是我司最新研发出的 国产最强通用GPU芯片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事实上 在通用GPU领域 国产GPU影响的差距非常明显 因为图像渲染的桌面GPU 分为核显级和独显级 核显就是俗称的集成显卡 通常是配合自家的CPU开发而来 比如龙芯集成在72000桥片里的GPU 以及照星集成在KX6700里的GPU 不过相比于龙芯 在国产CPU领域的一支独秀 其GPU的起步要晚得多 整体性能也比较弱 基本与其他国产厂商 如飞腾09祥腾等均处于量级卡的范畴 相比而言 绕星的核显还不错 跑分成绩与英伟达的GT630差不多 这作为集成显卡已经足够了 特别是现如今 党政国企办公室里电脑的独显 也就这个水平 国产独显方面 目前处于头部的是 新动科技 格兰飞和景嘉威 新动科技的风华二号 和格兰飞的RS GT10C0 在性能方面出于国内领先水准 整体不弱于英伟达的GT750 至于上限能达到GT750Ti 还是GT1050 那就要看这两家后续的研发投入和进展了 另外值得议题的是 中国资本还收购了两家GPUIP 一个是2016年 新元威电子收购了美国的图新 达到了它的IP 另一个是2017年 中国一家私募投资基金 名叫凯乔 收购了英国芯片巨头Imagination 而Imagination刚好为此前苹果的运用GPU供应商 后来在苹果决定自研GPU后被抛弃 股价应声大跌 才给了中资机会 这两家收购都发生在 美国对中国展开全面科技战之前 是出侥幸 不过整体来说 国产桌面GPU与英伟达和AMD的差距仍然很大 对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证实 AI芯片方面 国外英伟达的H100 AMD的MI250X 谷歌的TPUv4 以及英特尔即将推出的Pontvitro 算是四大巨人 中国也有四小龙 分别是中科院背景的韩武技 清华系的零锡 哈佛系的逼人 以及腾讯系的随缘 这四家起步焦躁 实力也很雄厚 不过之前也说了 AI芯片这种ASIC 相对通用芯片要简单得多 而且在芯片站的大背景之下 融资也相对容易 因此国内此类初创公司非常多 我前公司的二号员工 就去了一家做存酸一体的芯片设计公司 刚刚流片完成 采用的是台积电7nm工艺 类似的初创芯片设计公司 单单在上海张江就有一大堆 至于后续如何 我们还有待观察 好 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